第十殿转轮王 银、玉、石、木板、奈何等六座桥 转轮王专门管理各殿压界到第十殿的鬼魂 分别核定其最幅的大小 发往四大部州适当的地方投生 该投生为男生或女生 长寿或短命 投生富贵或贫贱之家 将这些投生的人一一地详细记载 每月汇集起来通知第一殿 在注册后送成封都 再根据音律将这些鬼魂的灵光打散成为剑 以最德之大小 转头为胎生、卵生、狮生、化生 五族、两族、四族、多族等各类生灵 有些一年或一季即死 有些招生募死 反复地依罪变患 或不一定被杀而死 或必定被杀而死 一概送到转节所内 考察计算其在世时所犯的过错 分发各方去受报 到了岁终之时 汇集受报情形 送交封都备案 有些在阳世熟读易经的读书人 或勤诵经咒的僧人道士 因犯罪被勾到阴间时 由于念诵易经、咒语 以致朱地义不能用行使他受苦报的 就押解到本殿 按照姓名、著名所犯罪行 并且汇出本来的面目 名叫堕落生策 依据此册 压交孟婆尊神的欲望台下 万饮名堂 再派鬼族压头人胎 令其在转世时死于母胎腹中 或者出生才一两天 或百天、十天 或一年、两年 即很快死亡 使他忘记在世所学的三教真言、咒语 之后再加差立足 勾到各地域 查救前生所作恶事 鼓受苦报 凡是借到功过各拜 以及已受苦报其满 而功少过多的鬼魂 立即斟酌其罪功 定定来生的福报后投胎 有些来生美丽 有些来生丑陋 有些生活安乐 有些生活劳苦 确定发往富贵 贫贱之家的人 即交到孟婆神的欲望台下 饮名堂后投胎 在本店点名发放 投胎人道之时 常常有妇女苦苦哀求 共称 还有切齿的冤仇未报 甘心当恶鬼报仇 不愿做人 经询问其情犹后 发现大多是未出嫁的少女 或心地真洁的妇女 因为被居心不良之读书人看上 或者贪爱她的美貌 或者图谋她的财物 乃陷尽殷勤 百般投其所好 用尽计策 不择手段的诱惑成奸 骗说尚无婚约 有的甜言蜜语 欺骗婢女 企图纳为小老婆 有的骗说 答应奉养她年老的双亲 或允许抚养她前夫的子女 等等好话说尽 以致误被骗取感情 自从师姐以身相许后 将答应的婚事与约定 一再拖延 企图使乱中气 甚至于口出恶言 宣扬丑闻 以致令父母兄弟知道 被亲友邻居亲事鄙气 冤屈无处申诉 而羞愤地自杀 或者忧郁而死 死后 在阴间之道 这个复兴的人 这次的科举考试将考中 顿时愤恨难消 悲毫哭泣地要求准于索命 阎王细查 发觉果然是事实 但是该生阳寿未该终了 同时她的祖德尚未享受完 本殿姑且准许该女鬼带着票令 进入考试的地方 阻止霍乱她的考试 或者更换榜上的名字 再等到她命当绝之日 准与随同勾死鬼 进门索命 勾到第一殿 查核罪事 判断罪行之轻重 世人假若在四月十七日 发誓要立下信愿 遵奉玉立宝超所述 之所警惕地做事 并且常常将以上的内容 向亲友们讲解说明 那么下辈子发往 杨氏做人时 不受轻视 不会遭遇官家刑罚 及水火等身体的伤害与灾祸 转结所地方宽七百邮巡 周围上下都是铁的栅栏 其中分八十一个处所 每一个处所都有停台 并有判官官吏涉案济世 栅栏外另有扬长般的细小道路 共有十万八千条 盘旋弯曲地通往四大步舟 路上暗得伸手不见五指 众鬼灵光集散为箭 死生投胎进出都走此路 可是此路由外望入 却又亮如水晶 所有情势丝毫隐藏不得 判官派遣官吏涉鬼族轮班把守 各鬼魂进进出出都按出生本来的面目 很容易可以分辨毫不差错 所有掌理这些事物的判官官吏 都是在世孝顺父母 友爱兄长 和睦亲友同时行戒杀放生的大善人 死后送入此所查办所有轮回转结等事物 办过五年后假如没错误就加急调声予以奖励 假如怠惰或者专权跋扈 刚毕自用 不配合所有判官官吏妥善会议后决定办理的发放事宜 或者有失察致鬼犯漏列逃走隐秘的话 则奏请降职贬官 凡是在世不孝及杀生繁多的凶魂 受过各地的地狱所施加的苦行后 经发交转结所内的 先用桃花枝抽打集赞为剑 将它改头换面 扒进羊肠小路投胎为畜生 所有的禽兽鱼虫 要经过万千百十次轮舵的劫难 才能受苦其满 像胎生的牛马等禽兽 卵生的龙龟蛇鸟 狮化生的蝴蝶蜜蜂 蛆虫之类 都是要不断地轮回兽暴 最后再投为胎生 等到结束已满 若能连续三世不伤生物之命 方可使再投身为人 这些由动物投身为人的 均叙述明白 记在侧集上 奏成给第一殿 批注判定其来生的因缘 福报 在发放往生到四大洲中 出身为男子 女人 发放之前 要先交 欲望台下 我们看过社会上一些 犯下重大恶行之人 认为接受完法律的制裁后 就算偿还了 或者如亡命之徒般 认为最终 不过就是以命相抵 因而一再作恶 毫无忌惮 更不会相信有现世的报应 刚才在《十殿》的内容里 有描述到冤魂不愿投胎 而化作厉鬼 来报妾齿深仇的情形 在世间上 也确确实实 有这样的事情 在1949年 国民政府牵台前 有位湖南籍的青年 名叫张志明 在外交部做事 那个时候认识了 在大学音乐系毕业的 孟雅琴 两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 便走上结婚的殿堂 过着非常美满的日子 后来因为战乱 他们双双逃到香港 由于人地生疏 举目无亲 过了一段贫苦的日子 后来幸好遇到了 孟雅琴的孤障 帮张志明找到一份 英文秘书的工作 替孟雅琴 在一家广播电台 找到一份唱歌的职业 这样一来 渐渐地又恢复了 在南京时代的欢乐日子 他们的生活稍微富裕之后 朋友也多了 有一天张志明公司的总经理 施晋寿 在收音机中听见孟雅琴的歌唱 赞赏之余 他还跑到电台去拜访孟雅琴 孟雅琴很高兴地接待他 两人一番交谈后 施晋寿才发现 原来自己所崇拜的歌手 竟是同事张志明的妻子 从此之后 施晋寿便常常到志明的家里玩 志明夫妻认为 既然是同事 彼此因互相照应 也就热诚地接待他 谁知施晋寿心怀不轨 他所以与孟雅琴接近 并不完全是欣赏他的歌声 而是看上他的美色 一心想找机会染指 凑巧志明的公司 接到菲律宾吕宋分公司的电报 说有一件大事 必须总公司派人前去协调 施晋寿一时记上心来 便前去游说董事长 推荐志明前往 志明走后 施晋寿到张家走动的更勤了 又借故女儿喜欢弹钢琴 于是请雅琴每天下班后 到家里来教女儿弹琴 有一天施晋寿竟利用机会 使用迷药把孟雅琴监污了 雅琴醒后痛不欲生 本想写信把尸身的事告诉海外的志明 但又恐怕丈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心绪不安影响他的事业 只得每天以泪洗面 静等两个月后 张志明从吕宋回来 看到雅琴不但没有欢喜之色 反而愁眉苦脸 志明本想问他原因 但由于旅途劳累 倒头就睡 第二天又匆匆忙忙赶到公司报到 等他忙完回到家里 屋里寂然无声 他走到卧室一看 不禁吓呆了 雅琴竟自杀江沃在床上 身边留下一个空瓶 和一封遗书 他看完了才知道 自己离开香港之后 妻子所受的屈辱 志明看完遗书 立刻跑到施家去理论 施禁授时刻否认 反而骂志明 存心敲诈勒索 并且要他拿出证据 志明又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无可奈何 只得怅然回家 料理妻子的丧事 志明受了这追星刺骨的刺激后 就辞掉工作 整天守在妻子的灵前痛哭 一面哭还一面指着灵桌嚷道 雅琴 你太不该了 你怎么能够便宜了施禁授 难道你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吗 想想 他不但害死了你 而且还害得我失去妻子 失去工作 你为什么不变成厉鬼 坐他到阴府去对职 就这样 每天在灵桌前哭着骂着 这天他又在灵前痛哭 正在陷入半疯狂状态时 施禁里的家人找上门来 请他到施家去一趟 这个时候志明满怀恨意 心想来得正好 于是跟施禁授的家人来到施家 一踏进门 只见客厅挤满的人 施禁授歪躺在椅子上 面无人色 口吐白目 见志明进来 突然变成哑琴的声音说道 志明 你来得正好 你不是要我变成厉鬼 来捉这禽兽吗 今天 我是奉阎罗王的命令 来捉他对职的 现在你总可以相信 我是清白无辜吧 希望你将我的遗书 公诸于世 使人都知道施禁授的罪恶 同时 也让世人了解 万不可存有隐心邪念 要不然 纵使逃出阳间的法律 隐间的鬼神 绝不会宽恕你 志明 我的话说完了 我现在 要把这禽兽 拉到阎王那儿对岸 你多保重吧 说完 只见施禁授的喉咙中 咔嚓的一声被弹堵住了 两腿一伸 一命无辜 志明看到这种情形 知道妻子的鬼魂 已把施禁授捉去 就照着妻子的意思 当众宣读雅琴的遗书 在场的人才知道 施禁授 竟是这样一个 人面授心的家伙 后来报上 也公布了这个消息 一致轰动了香港九龙 大家在茶余饭后 谈起这件事的时候 都生起 警惕之心 这个故事 真的很像电影里 才会发生的 没想到真有活活 被鬼抓走 这样的报应 看来人间律法的惩罚 还是小case 原亲债主的复仇 跟石殿的刑罚 才可怕 这些刑罚与果报 固然可怕 但是众生在地狱里 来来去去 在轮回中 生生死死无数次 无法出离 才是真正的悲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